今天这款酥脆大油条做法非常简单 不放酵母,不放泡打粉 只要你家里有面粉,就能做出香酥大油条 各个空心 一圈三连,求我关注 500克普通面粉,放8克食用盐 一个鸡蛋 一袋油条粉10克 用280克的长江水来和面,边倒边搅 调成没有干面粉的面絮 加入30克食用油 像视频中这个说法一样,边揣边遮 最后给它揣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盖上盖子,给它静置10分钟左右 10分钟后,将面团移到面垫上 再次揣面2分钟左右 然后再把面团从上方下卷紧 把它卷起来 这时候的面团非常的柔软细腻 像这样就可以 再用保鲜膜给它包起来 防止面皮风干 这个油条面可以偷天晚上活好 放到冰箱冷藏一个晚上 我这里是醒发了30分钟的面团 大家看一下,不用擀 从中间轻轻的往两头拉长 上面撒一层薄薄的干面粉 用手按一下排排空气 整理成一个长条 再切成均匀的剂子 再用筷子隔一个 从上面打一条水线 下一步就是两个落到一起 为一组 再用筷子从中间压一条线 盖上一层保鲜膜 防止面皮风干 下面把油温烧至8成热 下入油条 下进来之后不要翻动它 油条炸到慢慢的往上面浮起 用筷子再轻轻的翻动 这时候的油条越翻越蓬松越渲软 这个炸油条的油温也特别的关键 油凉了我们炸出的油条 非常的吸油 油太热的话 我们炸出的油条 体积不蓬松 还硬邦邦的 所以油热以后 我们不要开大火 也不要开小火 开中火慢慢的炸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样炸的油条 用筷子越翻动 体积明显的是不是变得越胖 而且颜色也非常均匀 像这个颜色就可以给它捞出利油 姐妹们 想吃油条再也不用去外面买了 只要按照我这个配方和比例 保证你扎出来的油条 各个空心 外皮酥脆 只要我们的面和好了 不一会的功夫 就扎了一大筐油条 看一下里面 各个大空心 外皮酥脆 吃的时候搭配个豆浆或者是胡辣汤 真的是神仙美味 最重要我们自己做的 吃着更放心 更卫生 如果你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试做吧 视频的最后 别忘了帮我点赞收藏转发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下期视频再见